首先,一定要保持冷静,看清地震预警等级和本地预估烈度后,再采取有针对性的避险措施。 如果预警等级较低,本地预估烈度较小,则不必过分慌张,注意点离可能会高出坠物的地方就行了。 如果预警等级较高,本地预估烈度较淡,正确的做法是,我们应该迅速地判断自身所在的环境。 如果在室内,应尽快撤离建筑物,搭到户外空旷的地方去,如果楼层太高或时间非常紧张,来不及离开房间。 那么一定要第一时间拿起靠电锅枕头铺住头部,屈身降低重心,多到开间小又承重强的房间去,并牢牢抓住老固的物体,防止晃动。 等到震感结束后,再迅速逃出事外。 如果你本身就在户外,也并非就万无一失了,这是要观察周围的环境,远离楼房、立桥桥、广告牌等高大建筑,同时也要小心高压线、电线杆等设备,就近选择空旷地带避险。